字幕君 реальным 下集如是 planetary 他有另一隻怪獸 在西方傳說裡 在我最喜歡的那本《哈利波特》裏面也出現過 就是叫巴吉里斯克 巴吉里斯克其實是一條蛇 而且是一個蛇王 蛇中的之王 他威力一會再跟大家介紹 但是相當之驚人 他聽聞就是毒蛇和蟬的蛋 被公雞 公雞說Cock 枯化出來的怪物 公雞在《中外古今》裡 都有很多傳說 而且是辟邪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一定不能夠懂得報仔的 因為公雞就是提醒 沒有雞知識生蛋和報仔 在其他雞知識生蛋 都是母親 那隻雞知識生蛋 然後才可以報仔 因為公雞 通常都在外面覓食 那些雞知識生蛋 還有找些蟲子回來 就讓小孩給小孩 教飛 教他們起飛 這些等等都是 這隻小孩 就是那隻蟲子 就是小孩的爸爸 要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講 這隻 巴格尼斯克是一隻高雞膚化出來的怪物 他的威力在哪裏呢 他先說他有多長 有記載說是很短的 他是一條蛇的形象 大約是最長的12英寸 有些說6英寸都有的 這個怪物之怪呢 或者現在我們用舊時候的圖畫 來認識這條這樣的蛇呢 他是有一個皇冠的 那究竟戴上去一定是 他的頭生出來有骨頭或者肉 是像皇冠呢 這個呢 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推算他是有一個皇冠在頭 而且他的容貌呢 在他的圖畫記載呢 是一隻公雞來的 不知為何會像一隻公雞 頭 有一個呢 公雞的嘴 尖尖的 而且勾勾的 他還有一個公雞的最大特徵 就是他下巴有兩個 不是鬚啊 是捏住的肉 很多公雞呢 都有這個這樣的特徵 那這個呢 就是這種怪物的形象 有些圖畫呢 是記載他有腳 有四個腳 四個蛇這樣 這腳的爪呢 是相當之鋒利的 那這些呢 都是他嘴 和爪 都是能夠傷人 這個不在話下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 神奇的殺傷力呢 就是在一隻眼裡 這種這樣的怪物 這隻眼呢 這隻眼的視線呢 是相當之厲害 在哈利波特裏面呢 都描寫過 這種這樣的 所謂 巴吉利之刻呢 他摸一摸你 眼神摸一摸你 即刻將你消滅 化為烏油 這真是驚人 他不用打你 不用咬你 眼睛看你 都能夠消滅你 那有傳說話呢 空中飛的鳥 被一隻眼射到呢 看到呢 都可能呢 會 射下來 會在空中消失的 那這個呢 已經是一個很 很厲害的一種 殺傷力的動物 那當然呢 有些說呢 不是消失 有些說 給牠射一射一射的眼 那眼神射一射 都會變成石頭 哇 這更令人驚 變成石頭呢 就是整個物體 即刻凝固 那這個呢 在神話故事裏面 是相當流行的 哈利波特呢 這本書裏面呢 也記載過 是相當難於處理的東西 古代希臘呢 就會用另外一種方法呢 去對付牠 這種方法呢 就是用鏡子 如果你想用鏡子 一反射 它的樣子 即是它的眼神 射由鏡子反射呢 讓它看回呢 它當堂呢 法力就消失了 那呢 以其人的盾 就是祭其人之茅 那這個中學呢 在古代呢 都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那 真是可以呢 制服到它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要知道它的天敵 天敵的意思呢 就就是說呢 生出來 上天就製造了一種東西呢 就是欺負它的 完全呢 使得它害怕 它的法力呢 是不能夠呢 戰勝了 這些這樣的 天敵 那 這個 所謂 巴克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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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里斯克的天地是什麼呢 就是油鼠 所謂油鼠 所謂油鼠呢 我們在加拿大 經常都看到的了 最大的 利害之處呢 游水呢 游鼠呢 是懂得 放出一些很難聞 頂不順的氣味 有些人說它是放屁 其實不止 它是呢 在它 防衛的功能底下呢 它自然會放出一些很冤臭 很難聞 那些人忌忌的氣味 它這個身體呢 有這樣的 製造 臭味的腺 是保護它自己 我記得呢 我家裡那一隻 愛犬 這隻愛犬呢 是抄襲 那它不知那麼多東西 在世界的時候呢 就追逐這些 野生的猶犬 猶鼠 嘩 追到它 走投無路的時候呢 猶鼠呢 就放了一個這樣的臭味 使得呢 一隻狗當堂呢 停步 不敢去咬它 而且呢 回到家呢 我們怎麼洗呢 在它面上呢 都很難 洗乾淨它被噴的臭氣 臭了幾天 就知道呢 它都周身不舒服 那這種呢 猶鼠呢 是聽聞呢 就克制 這種呢 巴吉利斯克 這種蛇王的一種很重要的 動物 是個天地來的 很多人呢 就說呢 捉到呢 這種 猶鼠呢 就扔它 去游鼠 鬥的頭 哼 等它呢 自生自滅 多數呢 都頂不順呢 啊 頂不順 所謂頂不順 那些臭氣 那就 就 拜拜 了 那 在歷史的 西方歷史呢 相信這些 怪物呢 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呢 是 很多種 宗教上 或者民族上呢 認為呢 是 有此 一物 那 在 耶教呢 就並不是當為 有一個 什麼 大不了 只不過呢 可能 都是 魔鬼作祟 這樣 因為上帝所做的 萬物呢 都是有益於人類的 這樣說 那麼 在 希臘的一個 作家 魯普林尼的著作呢 他有一本 很出名的書 就叫博物志 那麼 亦記載過呢 在博物志裏面 亦記載過呢 這一種 這樣的 monster 這種這樣的 巴格里 斯克 是 存在過 他的描寫呢 就說 他的眼神呢 射到你之後呢 你自然就會死亡呢 他頭上呢 有白色的花邊 看上來呢 像王冠 跟其他蛇是不同的 身體呢 進行的時候呢 就是爬行的時候呢 是 中段呢 會 隆起 他的觸覺呢 甚至乎呢 呼吸呢 噴到的氣出來呢 都可以 使到 草木 枯死 甚至乎呢 有說到 石頭 抗物 都因此呢 而爆裂的 這麼厲害 有個人呢 曾經呢 撞到 這種怪物 用長矛呢 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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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中了之後呢 這個武士呢 遲碼武士 都死了 為什麼呢 就因為呢 他手上的長矛呢 沾染了 這個毒蛇 的毒液 而呢 遠轉這個矛呢 一直流到他手上 那麼這個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老普林尼呢 就 只是記載 在博物志記載 而呢 沒有科學的分析 當作是一個神話 你去看吧 那 那 今天的時間呢 是會 比較早些收場 但是呢 上下兩集呢 講了人頭馬 和呢 巴吉利斯克 這兩種呢 古靈精怪的 西方的幻獸 而且呢 大家呢 在 我們很喜歡這本 哈利波特的書裡面呢 出現過 作者呢 羅琳呢 也讀過很多這樣的傳說 那麼紀念呢 他的二十周年出書 第一本出書 到今天 剛剛 是二十周年紀念呢 我們呢 不妨又拿出來 講一下 又講解釋的歷史 又講一下呢 這些傳說中的怪物 那下星期四呢 我繼續都是會講怪物的 我呢 特別對呢 這些中西方的怪物呢 很有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書本不教 逢是書本不教的東西呢 我都很有興趣知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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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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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